注意看,熊孩子手里拿的为何不是天梯 众所周知,在迷你世界中,有一个最顽皮的角色 它就是熊孩子,并且无时无刻手里都拿着它的天梯 可是你们又没有发现,在迷你世界觉醒之战中 熊孩子手里的天梯全换成了一个弹 并且还会爆炸,威力十足 这时候粉丝说了 这不就是个爆爆弹吗? 爆爆和颜色这么小,并且同样也会爆炸 那么,它真的是爆爆弹吗? 揭开熊孩子与爆爆弹的秘密 这边是可悠,这边是我 首先放出一个爆爆弹 经过我们观察发现,在爆爆弹身体的各个位置 分别有一条尾巴,一双脚,还有一对眼睛 而在熊孩子手中那颗蛋上,却没有发现这些外观 只是外观的颜色相似和爆爆弹一样都会爆炸 但这不足以证明是爆爆弹啊 这么当,我以为这期调查完结时 可悠突然来了一句 臭狗梦,熊孩子手中的蛋会不会是没有孵化的爆爆蛋呢? 对哟,可悠,原来你还挺聪明的嘛 你才傻呢 迟,迟早把你装麻蛋里给卖了 啊,凄 别废话,快点叫他 可是,怎么找还没有孵化的爆爆蛋? 你是不是傻,当然是找黑龙啊 对哟,我怎么没有想到,爆爆蛋是黑龙的孩子 那么还没孵化爆爆蛋,黑龙的手上就一定有 到了恋爱星,我们一个地图飞过去找黑龙 到了兄弟们,吃饱了 一家习,不该找,咸着没事做的汉堡 蛋白味道好不好,配料你得到学校 天堂不在,老干吧,放点生菜和上烤 大白豆腐,酒拆火,今天早餐就吃早 终于找到了 经过与黑龙的一段时间协商 他始终不肯把未孵化的爆爆蛋交给我们 我们只好 你是不是傻,谁会把自己未孵化的孩子交给你呢 呃,好像说的也对哟 你也知道对啊,看你出的搜主意 我,我也太难了吧 后来我们猜想 既然未孵化的爆爆蛋没有 熊孩子的武器又不是爆爆蛋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熊孩子手中的蛋是新鲜武器呢 还是说其实大电影里面的熊孩子 是民主角色中这个熊孩子的双胞胎兄弟呢